高雄秀傳紀念醫院醫療大樓第一起興建工程上涼典禮 副總統賴清德 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高雄市長陳其邁等人難得同框亮相 相較於民進黨 正式提名賴清德為2024總統參選人 國民黨的總統人選則傳出黨內屬意新北市長侯友宜 引發外界猜測郭台銘已經出局 對此王金平說 另外 針對前高雄市長韓國瑜的支持者將在4月22日在高雄舉辦挺韓納入民調活動 王金平表示尊重 每一個選民都有他自己的目標 還有他自己的選擇 所以他們要怎麼樣做活動呢 我們都要給予尊重 給予祝福 2024總統大選 國民黨原選還沒抵定 王金平將支持誰 一舉一動也受到各方關注 新唐亞太電視李娟榮 臺灣高雄採訪報導 天太 地太